好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ACT对阵斗舞的第2局上半场 这把的话起言 这个守夜人带张狂 那其实思路就比较简单了 他是奔着宝屏方向去的 这套阵容呢 也确实我刚刚给大家讲了 就这套阵容跟守夜人碰上的 屏的面很高很高的 球者这边 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跟这个守夜人 正面硬刚的 你要牵制的话 这套阵容 你想牵制 我觉得是更多的是拉扯 能拖一会儿时间 但是你要正面硬刚 比如说 前期正面遛你 遛不动的 遛不动 这是一个张狂守夜人 更加遛不动了 然后你说守夜人要突破球者呢 但是没底牌 你开门站一个闪现 你三人只要三人开门站 我觉得守夜人就没什么迎面 所以很容易打成一个平局 上来的话 这边是抓神坠的昆虫 张狂守夜人抓昆虫 没有任何问题 点位上面的选择在墓地抓 那这样的话 对外面的密码机的掌控 约等于零 优兵救完人 然后喝个酒 我已经 我脑子里面已经脑补完 他们的一个 这局的一个走向了 就优兵吃一刀救完人 然后救完人以后去喝个酒 然后优兵看情况 再来救一拨人 三人开门站 双方保平 这个局甚至 应该这样 这个局甚至应该是一个 求生者有机会三跑 那当然这个三跑的点 在于买雪佣兵 开门站买雪佣兵 能不能有一些作为 或者说古董上留道具 抽刀抽中了 这抽刀抽中有点关键的 这抽刀抽中的话 起跳 一波风吸 没吸到 那这样交闪了 这个闪现是必交的 闪现一刀 飞轮躲掉 哎呀我去 哎呀我操 这一个闪现 被飞轮顶掉 神醉的这个 反应和预判真的 有点厉害的 上周的时候 宠爱的闪现 被他香水顶掉 哎 再走 绕 哎呦我 这小操作 有点凶啊 躲你刀 砸头 翻 走 摔炸了 那 那那 那修正一下呀 我修正一下 我低估了 这边昆虫学者的牵制啊 我低估了他的牵制 这个击倒的时间 是一个四人开门站的时间 雍兵就一波古董商就第二波 古董商连棍带人一起保 四人开门站 这波博命套上密码机就差不多够了 对于 守艺人来讲 要打一个过半或者救不下来 救不下来显然不太可能 对吧 你不可能打一刀以后再加个震慑 卡卡 有没有过半的可能性 双倒都行 双倒都行 这边的话昆虫直接拉里面 傭兵这个时候看看要不要翻个道具过来啊 傭兵比如说如果能翻个道具给到昆虫 其实也蛮香的 现在起研 开门站的话 50秒的技能CD差差不多 开门站倒是应该会有个闪 开门站但是不知道他手里面会有多少能量 他要 傭兵就 外面的密码机不动了 这边的话古董烧如果修完再赶过来 傭兵这边卡着 猫猫的古董烧离得比较近的 他机子修完以后是可以过来打的 但是其实穷人这边的话 我觉得他们可以做更好的准备 就是傭兵要不要翻一些道具什么的 机子压好了 一森这边天门 古董上压机 追傭兵吗 不能追这傭兵吗 这傭兵手里有护臂啊 留了四个能量 他不去追这个昆虫了 这昆虫放掉 密码机点亮 傭兵一个护臂跳开 所以这个傭兵有点难啊 这傭兵毕竟手里面护臂 没怎么交过的 板子下掉一波风 你不交闪现击倒不了这个傭兵 交闪吗 门的话快要开了 闪现一刀带走这个傭兵 古董商倒是可以压一手 现在穷者这边的话 大局已经稳下来了 剩下的就是看起言 能不能再残局 捞一手了 目前来看好像没什么机会 因为这边的话 这个调酒师你赶不走 你赶不走 你就没有办法去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的门已经点开了 三跑 这把的三跑呢 真的就是神醉的一个昆虫的个人秀 这局打了个三跑 不是他们 等会儿 等会儿你们 还有想法 不要吧 这也要有想法吗 一身这边躲毒洞给你耳鸣 没必要把这个挽留还三十多秒呢 要搞一手 好像有机会 古董商因为现在的一个单兵作战能力还是很强的 守夜人呢 又是焦掉闪现的 那边的话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这边傭兵救下来 好走 起研这边有点犹怨 完了完了又结束了 还真四跑了 这打了个四跑